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床身的话我们用了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制床工艺 上面的房子的话主要用的就是水某工艺做了 这个床的话接近5米的 4米8长吧 困难的话因为对方给我们的是一个概念图 它不是一个施工图 那的话它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理 就是它的重心很高 我们很怕坐完以后它下水会侧房 还好我们用了一些方法把它给解决了 下水比较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